LEO 了世紀 天天如故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伯烈甸人對上朝鮮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我們來介紹一下紅方選者的文明是伯烈甸人 伯烈甸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兵單位 射程是有細面最遠的 而且城鎮中心的木頭招架也是拌架的 非常省 那伯烈甸人的吃羊跟吃這種馴服的動物 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前期很適合打這個裝甲快攻 或是打這個漏馬 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伯烈甸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工兵路線 騎兵路線沒有品種也沒有遊俠 那清騎兵沒有大漏馬 所以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與工兵的路線 那後期他需要用到火炮的時候 本身是沒有火炮的關係 可以點一下精冠技術、戰狼科技 取代火炮來用也是可以的做法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挖石頭的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瞭望塔會隨著時代自動升級 城堡時代會自動升級為防御劍塔 帝王時代則是大型劍塔 朝鮮人的投石車的射程 也是遊戲裡面最遠射程的文明 那他的馬戰車也是保兵單位 數一數二中的強 是非常強制強力的那種打法 有點像是現在的波西米亞戰車的感覺 以前的話就是馬戰車 是跟戰車差不多Label等級的 那朝鮮人他的騎兵路線不太行 而且也沒有攻擊力 三攻三防都沒有 甚至連品種也沒有 但是他是卻有大漏馬的文明 所以朝鮮人後期遇到一些情況的時候 還是可以升級沙發老闆 去當作坦克或是機動性騷擾 都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這場的對手 兩邊是藍方 是YO 中國第一高手 YO YO現在人氣也是越來越高漲 YO的對手 這次是HERA 這個世界冠軍 HERA HERA最近也在狂練了 感覺是有新賽季要到來了 所以大家很多職業選手 這幾天一直都在打這個天梯 還有在去練一些東西的樣子 那這場比賽感覺文明對決挺有趣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不列爹人對朝鮮人 兩個始祖文明 對於2024年的環境 大家會怎麼去做一個選擇打法 好 朝鮮這邊是什麼東西 16村 點鋒劍 然後 六人 去插塔 有點織布嗎 有點織布 OK 那沒事 哇 YO這一把打出了新東西喔 這一把可能很有趣 果子沒有吃 看一下這邊細節 兩個人挖木頭 喔四個人挖木頭 是兩個人採礦 四個人繼續吃羊 好 看一下這邊 這邊要是被蓋起來 HERA會很難受 而且現在HERA還在黑暗時代 十六村上去是真的快啊 這麼快的話 應該只有那個男人才追得上 C8763那個男人 OK 那這邊是沒有辦法 知道 這邊只能眼睜睜的 看著YO把地跟劍塔給蓋好 YO這邊蓋的房子也是蓋得非常的重要 這個前面放在這個房子 讓村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摸到劍塔 然後趕快控制了魔防 魔防控制完之後 這不要不要插個靈環塔呢 這邊可以高地插靈環塔 可以考慮一下的 這邊YO還沒有足夠的石頭 所以插不下去 欸 這邊是家裡要補一根塔防守 這邊兩隻棒棒 趕快過來想要敲一下 這邊再圍 上條再圍一下喔 OK 都圍好 好 這裡再補一個挖石弓 現在前方的村民先拆一個房子 原來沒有石頭 先無能狂怒一下 家裡趕快繼續把這個肉吃完 欸 這個鵝沒有控好 哇 這個鵝有點醜 但沒有辦法 他們太忙了 房子在控前方跟後方 好 中間這個地方一定要控下來 好 布列顛 這邊是採取了 你插我 我也插你的策略 南上加南 互相插咧插去 好 那YO這邊是決定 哎呀 這邊石頭要被控住了 趕快去挖你家的石頭 那他自駕石頭離得有點遠 這個複死 但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好 黑暗石袋應該是看不到 待會石袋升上去就有機會看得到 好 YL這邊可以考慮下一個軍營 按一個槍兵出來稍微擋一下 但只出槍兵的話 也打不贏現在布列顛的民兵壓制 好 布列顛這邊 蓋完一根塔之後 補下了爹根塔 好 你插我 我就插你 反制你的反制 你16P 上電時代 現在經濟應該來說 沒有到非常好才對 資源量來說 我應該是稍微小一點的 好 YL這邊是 開始轉吃果子 開始要顧一下經濟了 把這個村民拉出來 打下這邊的棒棒 這裡沒有辦法繼續挖 所以拉走的時候順便打架 並不是為了真的打他而去打他的 好 這邊被蓋了之後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現在 YL經濟應該是比較慘 有點慘 資源輸了600資源 哎呀 這個16P 上風 看似很強 實際上 真的是 經濟有點爆炸 而且還拉了6隻村民 去蓋建塔 所以導致現在這個狀況 沒有辦法很好的去 把自己的經濟拉好 對手 HERA這邊的反制也是相當到位 對上朝鮮 居然也是打個一個對塔策略 你插我塔 我也插你 好 HERA這邊是 又插了一個塔 這邊趕快圍 這裡不補一個劍塔嗎 還是有什麼想法呢 對這裡要趕快補一個劍塔喔 這裡不補劍塔的話會出事 OK 那這邊出來 民兵跟洛馬趕快來騷擾一下 這裡趕快全力敲起來就行了 這邊拉幾隻村民去打下後方弱馬 好 逼退 所以趕快再走 劍塔好了 收村 趕快射村民 能射11村嗎 先射下面一隻殘血的 哎呀 很可惜 HERA並沒有第一時間 YO沒有第一時間點掉那隻殘血的 好 這裡幫我們趕快打一下 下方的地方 還在互射 左邊這裡有一隻村民偷偷來插劍塔 哎呀 這一隻村民要立大功了 剛好是貼到這個建築中間的縫隙 用這個縫隙拿出他的超派鐵圈 然後拆除這個劍塔 OK 那這邊 YO也是受不了 也是請HERA的劍塔吃了一頓粗寶 兩邊都是一個打得非常激進的玩法 HERA這邊轉出了洛馬 受不了了 先找個洛馬先 這邊還有石頭 要不要來挖一下呢 還是這邊再繼續插一個劍塔 這邊感覺再補一根劍塔也不錯 對 這還可以守住石頭呢 OK 那HERA這邊是繼續進攻 YO也是 YO這邊也是各種插塔 到處再插來插去的 那正面的部分呢 是沒有看到更多的東西可以打了 現在這裡已經是最後一塊地區可以打 好 這邊直接拉出雲過來 直接手撕劍塔 第一時間拿出雲去反擊洛馬 洛馬這邊要趕快繼續按 OK 我再按 好 這裡拉了更多村民 因為這邊人比較少 先把殘血的拉回家如何 好 但這邊已經取消了 讓對手拉這麼多村民過來 好 這裡取消也是合理 好 YO這邊很慘是 連一級伐木都沒有 拖了到了17分鐘 現在一級伐木沒有的狀況下 是很難打的 那黑龍拉這邊呢 是有補了一個劍塔 直接在牧區進行對射 那他這邊是有觀察到 YO這邊的村民喔 只有兩隻 再去蓋這個劍塔 所以現在用五隻村民去用的話 去蓋這個劍塔 去反制一定是可以打電影的 好 現在四處都在著火當中 這一根劍塔 滿也想到又被劍了一根起來 好 這裡收村 無下劍死傷害 但是現在窮到連兵工場 都下不掉 所以沒有辦法點這個一級射 這一隻村民應該是不會死 這隻雖然看起來好像會死 但其實不會的 因為他已經走斜斜的了 那是一帝國中的劍塔 只要在封建時代走斜的 通常都不會有事 OK 那這兩隻村民 劍塔被射掉之後 還要再補一根劍塔嗎 好 這裡HERA決定 欸 我這裡再出門一次 這一隻弱馬想要去 收掉殘血的村民 有機會砍到嗎 這一刀過來 但是沒有辦法 直接撞到了TC YO這邊是直接點殘血的村民 沒有在看 反正有點到就算我的 沒點到就算了 OK 三隻肉馬趕快來騷擾 後面的村民可能要大難臨頭了 這裡沒有軍營 這裡槍兵 沒有辦法出來幫忙 只能用村民手撕肉馬 這邊操作可能要趕快補 OK 看到這麼多肉馬 還是要補下軍營的 不然真的會受不了 好 這隻殘血的趕快拉 讓這兩隻村民有這個時間 繼續蓋這個軍營 好 這邊決定打村民了 先拉走 好 左邊這裡 劍塔稍微被圍了起來 這裡不會被摸到了 看一下YO YO這邊果然又起了一個新的劍塔 這裡想要再繼續圍 好 正面的部分 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裡繼續撐個槍兵 右邊可以考慮圍死一下 稍微把自己家裡維持 防守也會比較輕鬆一點 YO這時候補下一級伐木 終於意識到了資源有點差距了 人家可能是一上封建時代就點了 這個時間點已經差距很多了 來看一下經濟 雖然兩邊到底誰比較有優勢 ERA這邊是7400資源 YO是5800 資源整整出了1000多了 這個資源量1000多 是可以點帝王時代的資源 但是在封建時代 兩邊還在努力出兵打架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劍塔 ERA這邊 這根劍塔很致命喔 這個要是劍起來 現在YO能挖的木頭 就只有上面這個區域了 下面這個木頭也被控住 很尷尬 哇 要開始斷木了 好 那左邊這個劍塔 要不要找個機會直接拿村民 這個模仿的村民直接手撕掉 把這根木區給拿回來 這邊是YO可以考慮做的事情 那YO這邊是異星喔 只想要趕快升到封建時代 這個城堡時代 所以暫時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動作 還是要硬挖這個木頭 然後讓這個模仿的村民去打這個劍塔 好 槍兵開始數量起來 可以搓掉會洩漏嘛 就憑這裡有村民直接走進來 這什麼東西 這裡是不是迷途的羔羊 怎麼走到了城鎮中心 HERA好像控錯了編隊 村民從這裡走過來就怪怪的 好 這裡村民趕快把他圍死 呃...完蛋了 村民出不去了 雖然我失誤 但我還是要搞你的村民 然後再拉一隻工兵過來解決 這就是世界冠軍了 好 這根劍塔建立起來之後 HERA也是馬上補了一根劍塔 直接補一個新的 然後把它射掉 這個實況區又可以繼續開挖了 歪歪這邊劍中 哎呀 哪邊都沒有被搞成功 雖然沒有搞成功 但我還是可以繼續插劍塔 反正成功變成人 我就繼續插 好 這邊的劍塔 又要再補一個新的 HERA這邊等一下要城堡時代 YO這邊升級也在途中 還差一點肉 待會就可以點下 有兵工廠嗎 譬如一個射箭廠 哎 難怪不能升級 這邊要再等一下 按了一個村民 所以射箭廠好 就可以點下城堡時代了 那這邊YO升級會稍微慢了一些些 好 肉麻繼續砍 這裡能砍到一村嗎 其實YO的村民死傷已經算是偏少了 沒有到那麼多的感覺 村民直接用手去扁掉這隻肉麻 應該是有機會 好 打贏 殘血的村民要不要先拉回家呢 可是拉回家可能會被肉麻給狙擊掉 好 要走大家一起走 走吧 好 這裡再回頭反擊 再收一隻肉麻 OK 面工廠這裡補下 城堡時代終於可以升級了嗎 可以了 好 時代差距約為來到2分15秒 HERA可以用這段時間2分鐘 3TC進行開農 或是直接趕快挖石頭插寶 都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那以現在時代領先情況 開TC能的話感覺是不錯的 然後趕快出騎士去壓制敵人 好 這裡有點暴警況 趕快蓋個司機 調整一下經濟 YO這邊出了一隻弓兵 好 倒是HERA出了一隻弓兵 YO出了一隻毛兵 換級回去了 那YO這邊到城堡時代應該是會打馬戰車路線 會比較有可能 但是他現在的石頭 全部都被控住了 沒有一個可以安心挖石頭的地方 所以暫時沒有辦法 好 這隻槍兵 暫時沒有辦法出馬戰車 這隻槍兵還繡操作耶 差一點繡掉這隻騎士耶 好 這個村民要不要放出來繡一下呢 好 這邊這個箭塔還是被蓋起來了 蓋起來之後回頭就繼續挖 這個石頭是他之後的救命礦 朝鮮如果城堡時代沒有辦法打馬戰車的話 就只能打奴兵 會比較合適一點 不然就是要打這個生鋁 生頭也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生鋁加槍兵 生頭槍 OK 這邊抽掉 中傷同槍兵要不要先升級 還是邀請繼續補一下數量 修道院到第一時間趕快放下去才行啦 結果先蓋城堡的是不利點 不利點HERA直接蓋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能不能搞到一些事呢 後面補了一個4級 HERA補完城堡 並沒有去按常攻兵嗎 還是要按一下 左邊的部分 暫時沒有太大兵化 升到城堡時代的朝鮮 全部的劍塔都變成防禦劍塔 再來有這個劍塔的傷害優勢 好 那常攻兵出來 讓Y.O會有點難受 Y.O這邊要打常攻兵的話 最好使用把戰車去反制 不然就是要轉這個戰毛兵了 但是對方已經出騎士 跟常攻的情況下 如果有馬戰車的話是最好 所以Y.O的話應該也是要朝目標 往前走 趕快去挖出一根城堡出來 那待會城堡可以考慮蓋在這個位置 直接拆掉兩根劍塔 還有這個城堡安全的位置 好 但是自己的主金在後方 和金礦也沒拿回來 對Y.O來說也是蠻傷腦筋的 好 後面的布列天是守得蠻好的 但布列天直接點下了二級射 提升了一下弓箭射程 這邊直接收村 這邊怎麼直接走點 點掉兩隻村民 Y.O這邊防守 稍微有點痛苦了 常攻兵出來之後 村民可能一隻會被點掉 好 這裡再射一隻 好 再收村 在這個城堡中心 血量還不會因為血量太少 排泄裡面的村民 哇 直接用常攻守屍城堡中心 OK 希望可以把村民打出來 這邊村民直接硬修 但感覺快要修不起來 村民一直掉 被迫往後拉 OK Y.O這邊是有點被壓制住了 A.O這邊細節打得非常漂亮 好 這裡補了一個新的防御箭塔 走住了這個地方 新的城堂中心 上方的箭塔也沒問題 好 現在13個人挖石頭 現在Y.O有點迫切需要新的 金礦來源 在這裡 還有這個城堡的位置 到底要插哪裡 現在是Y.O需要思考的事情 那現在朝鮮人生時代時候 會免費給工兵踩腳 所以待會只轉馬戰車或是戰毛兵 都可以有效反至這邊的常攻兵 好 那Y.O這邊是沒有打算 靜靜的跟你對農 而是把這個森綠 開始拉到前線 轉出森頭戰術了 有點有想法喔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個箭塔 好 再補一個防御箭塔 但是這裡的衝車已經在拆除防御箭塔 投石車趕快來解救一下 好 這裡HERA拉了很多村民過來 想要直接用手去拆掉 這根投石車 但投石車 可能是很難救回來 趕快打下衝車 高打滴再一發 投出去 搞定 哇 極限投掉 那這根箭塔就暫時活了 還是HERA我們鬼轉打這個防御箭塔呢 最近不管 快守村 現在有二級射 射村民很痛喔 好 這裡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城堡裡的長弓 稍微去晃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哎喲 抓到一隻僧侶 好 我要這裡直接補一根城堡 哇 結果城堡是直接補在了臉上啊 剛剛想說要不來他就直接補臉上算了 順便控一下農田 這邊農田控制的話就會很賺 但HERA這邊是直接買賣一波 買了一根城堡起來 直接對蓋 那 VO這邊前線蓋寶的話 村民樹很容易會因為自己的村民樹太少 蓋不起來 那對手可以拉很多村民直接硬蓋 所以城堡剛剛說要插哪個地方是一個問題 就是問題在這 如果你往前插很容易蓋書 我們家裡插的話會比較保險一點 但是又沒有辦法傷到敵方的經濟 好 YO選擇往後拉扯 沒有要跟你打正面啦 先測再說 在這邊測完的話 城堡大會可以考慮繼續補這個位置嗎 欸 結果HERA不理了 哎呀 你村民走了 那我就直接拉村民來扁這個防護箭塔 但是這邊直接硬吃防護箭塔傷害血量還是掉的有點誇張喔 可能還是會死個幾隻村民 好 第二台頭石車過來了 那HERA第一時間就看到 你的頭石車敢過來丟我 那我就敢拉村民去扁你的頭石車 那邊都有自己的想法 哎呀 這一閘下去有點賺 此前再換個一次村民 不虧了 好 終於把城堡蓋了起來 蓋帶來這個高地 那現在馬戰車打長弓是相當輕鬆的 跟他的弓兵鎧甲有5點了 那傷害呢是11點傷害 打長弓兵是綽綽有餘了 好 YO跟不列顛 YO跟HERA兩邊打的真的是 超不尋常的一個打法 那對於朝鮮來說 這個HERA會這樣反擊喔 也確實讓朝鮮有點難受 沒有辦法很順利的去農出自己的經濟 滾出自己的雪球來 好 YO這邊是拉了幾隻村民 看到有城鎮中心 可能要再補一根箭塔 玩朝鮮就是要玩塔弓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這根箭塔補在這個位置 玩耀目前想法應該還是用投石車想要拆城鎮中心 但是一直被村民給打掉還是建塔 這個城堡射程 好像沒有空嘛 好 那這裡補了一個哨戰 好 這邊馬舟 看到這裡有伐木場 暗之騎士來投資村民 肯定是賺的 好 左邊的墓區快要挖完 右邊這個城堡很麻煩 主進的話暫時也沒有辦法 可以有效的去挖回來 YO的附近甚至也被HERA給拿走了 好 現在HERA是4TC KANO YO是單TC 村民數來到了75村 對上50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25村 整整多了你1 2分之1的村民 好 這邊長弓看一下 好 看來是 蠻OK的 暫時沒有問題 好 這裡用生旅著想到了一隻騎士 暫時黑洞應該是會走回濃路線 然後趕快地王巨頭加長弓慢慢拆 那YO這邊的目標呢 就是先出馬戰車 看可不可以有馬戰車去殺到一些村民 然後再慢慢拖開城鎮中心 會更好 好 這裡兩隻生鯉 過來招想一下馬戰車 馬戰車最怕的東西就是 生鯉跟 戰毛兵 這兩個東西都不害怕的 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這兩個是馬戰車最害怕的東西 但看起來招想 對於YO來說 衝不揚的感覺 但其實蠻傷的喔 然後每招到一次 YO都會有點小小的受傷 好 馬戰車的數量越來越少了 現在四隻馬戰車被招強掉 好 這裡趕快去打這邊蓋箭塔的村民 但是沒有擊殺到任何一隻 這根箭塔蓋起來又有點麻煩了 在YO這邊的資源 是掩下了前程 繼續爆馬戰車 然後HERA這裡的目標 好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趕快點帝王時代 那有人會說 欸 那不列電上帝王 除了劇情投石機之外 還有什麼優勢嗎 當然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說到的 這個長弓優勢 射程一高喔 就算馬戰車只要貼上去 打長弓兵是輕鬆打 那長弓只要射程 所以我們數量一堆疊起來 馬戰車還是會被秒殺的 所以HERA這邊的目標 一直趕快升帝王 把自己的優勢拿到最大 然後待會講弓兵 YO就會很難受了 哇 這個同時車好痛 直接砸掉了很多村民 YO這邊村民處是 58村 最長101村 很難得可以看到這個前期塔弓 會打到這個炸後期 16分鐘了 兩方還沒有要投降的意思 這邊直接挖石頭 但是挖一挖發現 這裡已經有人來挖了 居然是HERA在後面 直接偷挖了起來 好 馬戰車這邊10台 就是鴨子 馬戰車成堡時代 是很難產的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真的很像戰車 波西米亞戰車一樣 而且跑得還比波西米亞戰車快 雖然沒有那麼耐抗箭矢 但以機動性來說 還是可以修到很多操作 好 這裡 快補一根箭塔 阻止你挖到石頭 好 左邊的箭塔 終於要拆除完畢了 最後一根箭塔 終於拿下 好 左邊這裡的金框 就可以拿回來了 玻璃店這裡 是生到地獄時代 還有10秒鐘 待會一升級上去 三級射要趕快補 喔 這裡有一小圖的長弓加騎士 抓到了YOS上方的伐木工 伐木工這裡全部損失掉 有點尷尬 這邊伐木已經要被迫到中間了 原來右後方的地區都不是安全的 村民一直往前挖木 那HERA可能待會會有機會 轉出正面長弓 然後去騷擾這裡了 好 這裡要趕快去按巨型投石機 但是先來缺木 現在HERA的墓區 也是被 控制住的關係 所以木頭的握得非常緩慢 看待會要不要補一個城鎮中心 在左方的位置 或是趕快用巨頭拆掉這個箭塔 還有這個箭塔 趕快把墓區給拿回來 好 右邊的箭塔 加上馬丹車 然後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那定用時代城鎮中心的 防護力跟血量 防護力是蠻高的喔 6加0 8加0 應該跟時代沒有關係 防止比較有分系而已 好 這邊是直接在防護箭塔的射程內 補下了新的城鎮中心 手撕這邊箭塔 YO這邊是確實被騷擾到了 HERA卻是被騷擾到了 YO這邊進攻打得很漂亮 直接拆除了兩個城鎮中心 這裡大量農田跟金礦都被控制住了 YO看到這個情況 覺得自己還有機會 機會還是很大的 並不會因為你上電了時代 好 我就會輸 因為我已經控制掉你兩個城鎮中心了 你只剩下這個城鎮中心 跟上面這個城鎮中心 還有後面 這兩個城鎮中心 還有這三個 哇靠 好多城鎮中心 要是YO知道 還要加後面的主金已經被挖爛的話 應該 就回頭了吧 但HERA這邊呢 沒有想要理YO的意思 你這裡有箭塔 我就繼續 蓋城鎮中心 好 現在開始慢慢轉一些長風出來 巨型投資機慢慢拆除箭塔 這裡馬戰車數量有點多 生旅可以繼續補 好 家裡村民吃的有點多 好 勝率後面開始招翔 我們找一個血多的 OK 看一下後方 後方長攻 欸 遇到馬戰車有點難受 哇 又要死滴子 這裡長攻數量一直沒有辦法起來 好 這裡箭塔慢慢拆掉了 好 但是YO的後方城鎮中心 也被投資車加馬戰車給驅除了出去 YO重新獲得了自己的石頭 這裡還有箭塔可以補一根城堡 那城堡補哪裡呢 這邊有巨型投資機 暫時沒有辦法往這裡補 好 這邊投資車 想趕快來砸一下 城鎮中心 左邊的區域 這裡有一坨長攻 想要首點點投資車 OK 點掉了 射程又是修操作 修起來了 生旅一直有在後面慢慢補過來 好 但這邊長攻 最後被砸到了 但也換掉投資車 那這一波就沒那麼虧了 好 HERA這邊是直接搜尋 YO沿直接走到了城鎮中心 這應該是沒空好 是故意走過去 這個血量有點殘啊 哇 最後還是被點掉兩台馬車 剩下兩台馬車 找死車繼續拆除城鎮中心 好 YO這裡 馬戰車開始壓制回去 好 一台投資車出來 展一下巨型投資機 這裡馬戰車直接扛著城鎮中心 非常應用 繼續投資機反制一下 稍微走位 OK 沒有打到 再掌個一發 收掉 OK 拿單車上拳 想要去阻止長攻兵 先掌個一發 第二發應該閘不出去 好 左邊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想要來奪取這邊的農田 哎呀 這裡已經有五片田 七片田 都變成了YO的農田了 HERA這邊似乎是忘記要滴農田 或者是他覺得這些田應該還是他的 他還是可以拿回這些農田了 所以就沒有滴掉這些農田 反而讓YO有機會 拿到HERA的農田 那YO在後方的進攻 選擇了撤退 因為就是要深入到這個位置裡 好 這裡YO繼續拿爆馬翻車 給HERA更多的壓力 好 但巨型投資機 慢慢也產生出來了 打陣地戰來說 伏列殿防守還是有一套的 好 這裡長攻 數量只有少量的四隻 不 現在HERA打YO的打法 還是偏向用生侶去反思對手 並沒有轉出戰毛兵 好 這裡巨型投資機拆除了層次中心 HERA選擇點下的啟示思想 增加一下生侶的C 減少一下生侶的CD時間 好 這裡招牆 沒有在空 第一時間馬登車衝到了裡面 直接點掉了三隻生侶 哇 這裡尷尬了 那這裡兩台巨型投資機 就沒有辦法 好好輸出了 還是要趕快拆解 趕快閃人 好 趕快拆解吧 馬戰車打這個要打很久 不像波形馬戰車一樣打很快 結果還是想要繼續進攻 但是這邊要等他的是投資車 三台投資車來了 巨頭拆解前 喔唷 投了一發 砸到兩台投資車 這裡慢慢著想回去 YO這邊的馬戰車 全部都被著想掉了 哇 前線的戰車全部死光 後方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HERA巨型投資機 到處拆除作業 YO看起來好像有點涼了 全部的聰明都在中間這個位置 還有下面這個位置 現在變成自己家裡變成了中心點 天緣開局 結果左兩邊變成HERA領地 現在領土被分為二 但是光耀的領土越來越靠中間 好 這裡補下一個大學 要來點彈道學跟化學 最終 忽略點還是要回歸常攻啊 好 這裡聖旅沒有時間控 好 這裡看到也來不及 欸唷 躲掉 好 想躲 欸 點掉 欸 又躲掉 哇 這個聖旅 YO想要秀 哇 但是最後還是被城堡撕掉了 YO這邊的細節 嘲諷也是秀得很漂亮 但是這裡看起來好像是沒有辦法硬蓋了 欸 這裡蓋起來巨型投資機也會來 欸 結果 YO轉衝車想要頂巨頭 喔 欸唷 這個有料 這兩台巨型投資因的拿下的話 這個況其實又可以活一陣子 YO不知道在哪裡又被招牆喔 哇 是在後方正面的位置 牠們並不是讓來到了八隻 使用四隻的長生旅去招牆馬戰車 好 這時候YO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HERA拿到了五萬三千的支援 YO是拿到三萬八的支援 兩邊支援差距是差了很多 但是死丑是贏了整整的 不列顛這邊四千的支援 那其他支援上來說 他似乎是輸了一倍啊 然後黃金輸了快要三倍啊 那YO這個打法來說 確實是OK的 但是對手是遇到HERA 是有點招架不住 HERA這邊是 打法也是相當 算齊盤 就是也不是按照套路去走的 他還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在 你插我劍塔 我也插你劍塔 順利的拿下的比賽勝利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